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你看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真的挺好 但是这么久过去了 我发现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 她对我的信任却越来越少 特别是她妈妈掺和进来以后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从在一起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遇到的问题不会哄我 只会讲道理 每次都在让我想她 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所以不断地去试探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难道这也是我的错吗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麦 22岁来自辽宁学生 有请小麦 有请 小鹤 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鹤 有请 欢迎两位 还都在读书吧 对 我是在读书 然后现在就是实习 我也一样 我们现在都是在实习 这就不牵扯什么异地恋了吗 实习到一地方实习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现在只能在学校那边实习 不能去她那边 那你就去她那儿呗 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讨论过很多次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 就是她妈妈牵扯进来了 然后就是她什么事都得医治她妈妈的 她就是一个妈宝女 怎么个妈宝法呢 这么说吧 她就是什么事啊 就是都得听她妈妈的 比如呢 跟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上回这个她过生日 我送她一个就是挺贵的包 挺贵是多贵 几千块钱 她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 送我一个八十八包油的刮胡刀 这怎么了呢 就是好像别人上她家随了两千块钱礼 她回头给人随了二百 不是这个年轻人谈恋爱 好像情义到了不在乎礼物的价值 是的确不在乎 而且这个我也没听出来 跟她母亲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并不是她主观上她想这么做的 她告诉我 她妈妈让她这么做的 是你母亲让你这么做的 我觉得我妈妈说的没有错 我妈妈说如果她要是爱我的话 我送什么她都会喜欢的 所以你是在意那个刮胡刀 价值比较低 还是在意说她妈妈出的这个主意 还是两个都在意 我觉得她妈妈就不应该 给她出这馊主意 你怎么跟别人跟你朋友 你怎么就不那么小气呢 但是我们两个是在处理相让 以后会是一家人呀我觉得 这都是她妈妈跟她说的话 她以前不这样 你男朋友对所有的事情 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吗 就这么挑你吗 她特别有想法 就像她头一次去我家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给她做了一桌子菜 结果她就是嫌不好吃 她就每样尝了一口 当时去之前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要不咱们出去吃吧 别让这个叔叔阿姨忙活了 不行 必须得在家吃 结果能把菜做得那么难吃 对我来说简直就像 往肚子里倒垃圾那么难吃 我觉得我能吃那几口就已经给足面子了 你这嘴得有多刁啊 不是有多刁 是我也没吃过那么难 是我平常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女朋友是垃圾养大的呗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那不就这意思吗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接受不了 所以就因为吃饭这个事 然后你妈妈就记恨我了是吗 但你确实你做得不对呀 后来我爸爸妈妈都问我了 说你是不是不太高兴呀 然后我还帮你打圆场 我说没有 她吃完饭来的 上次我们去吃火锅 我和她还有她妈妈 一走的时候呢 服务生就送了我 没带着那个活地料 回家之后呢就随手一放 她和她妈妈就回家了 两三天之后吧 就是我家里来了几个朋友 咱说晚上一块吃个饭吧 就把那个给用了 用了用了呗 结果两三天之后 她跟她妈妈来我家了 来了之后找东西 我当时她想他们找什么呀 后来就走了 也不知道在找什么 后来她就给我打电话 我妈妈问你 那袋火锅底料哪儿去了 我说啊 我说前两天朋友来家里头 吃了 我妈妈生气了 我妈妈说你这就是 不在乎我的表现 你把本应该是属于 我们的东西给别人用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妈妈挺对的呀 这个东西就是 弄我们三个的嘛 再吃就应该 我们三个一起吃啊 她把本应该属于 我的东西她给别人了 我一我一开始听这个男生 说礼物的时候啊 说菜的时候 我觉得男生这个心眼儿小啊 这心不大放不下事 我这么听完以后 你们俩倒真是绝配啊 不不不主持人 我真的我现在就是 她一个人勉强应付得了 但是现在他们是两个人 合起伙来对付我 我现在已经就心里憔悴了 怎么看待你男朋友 就是因为我现在不知道 她还喜不喜欢我 然后我就是想 带她来这个 发生了什么让你质疑 她是不是还喜欢你 就是我们之前 在一起的都挺好的 然后也有很多 甜蜜的瞬间什么的 然后主持人可以给大家 放一下那个短片 还有短片的啊 我们看看啊 啥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 没看懂 我们在一起 这跟恩爱有关系吗 就是我们之前在一起 就是也很好 我在沙滩上写她的名字 然后我们两个第一次 出去玩 就这个小片 是佐证你们俩很好的是吗 对 主持人她是一个 就是比较喜欢 在意这些小细节的人 她喜欢把这些东西给 咱们就说现在吧 我知道每个情侣 一开始的时候一定很好 现在发生了什么 让你觉得她 开始怀疑她喜不喜欢你了 就是我们如果 在意义的时候 我给她发消息 她就回复得特别慢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五二点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节日吧 就是大家都在过五二点 我朋友圈什么的 都在晒 跟男朋友一起过那个过节 结果我早上给她发消息 我说早安 她没回我 然后呢 我快到中午了 我问她 我说你起来了吗 她跟我说 她早就起来了 起来了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呢 我觉得早安 这不是一个很紧要的事吧 如果她说的是一个 比较紧要的事 或者问我什么东西 那我肯定看见了 马上就会回她 那咱俩就出了一枪 我觉得事情有一个 有急有慢吧 那咱俩出了一枪 那也不可能是每天都有 都是那些 有营养的话呀 或者什么 就是有事才找你呀 那你就因为这些 没营养的话来挑毛病 这也是你妈妈教你的吗 跟我妈妈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自己觉得 行 行 行 这520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然后什么 她就特别在意520 我就不明白 520也不放假呀 那不放假 你就不能跟我一起过了吗 那你跟领导申请申请 让大家520都放个假 你们不是还异地吗 对呀 是异地 但是她连就是什么 520快乐呀什么的 都没跟我说 所以女生会觉得 心里有点不踏实 对 过去有吗 你们又不是第一年谈恋爱 对吧 以前她其实 她一直也都是这样 她一直也是这样 就没什么了 就说明没有什么 特殊的变化嘛 还有什么呢 你觉得特殊的 因为我们两个 就是异地嘛 然后见面的机会呢 也比较少 我跟她一起见面的时候 你说一个多月 两个月没见面 见着我是不是应该 特别热情啊 或者怎么样 说想我了呀 或者怎么样 什么都没有 甚至就是我去的时候 我们两个之前 就定好了 说我什么时候去找你 结果她突然就来工作了 连接我都没接我 哪天她去上班 我就得在家等着 她晚上回来了 才能陪我一会儿 我没听懂什么意思 就是她不应该工作 是吧 就是我来找她了 她没来接我 而且早就定好了的 她不来接你的原因 是有工作 对 然后她当时告诉你了吗 我临时告诉她了 她告诉我了 我说我可能没法接你 你自己可不可以 她说我自己可以 你去忙吧 那我就去了 不知道怎么突然间 就把这事翻出来 我怀疑啊 也是她妈妈 就是在背后说三道四了 今天这么问你一句吧 你觉得没去接她 因为有工作 就在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 我心里还 真觉得有点 对不起我的女朋友 或者我的女朋友 还挺不容易来看我 你看我没陪好她 你有这种感受吗 我这么说吧 如果她不跟我 摆着这事 我的确心里头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应该去接的 结果因为临时 我自己的原因 来工作了没去接 但是她这么跟我 一摆着这事 指责我 我就觉得我没错了 那我之前 没跟你提这个事的时候 你也没对我表现出 就是愧疚我是内心愧疚 内心愧疚 那你为什么有什么事 就不说出来呢 你想我 你就可以跟我说呀 这个每个人 处理情感的方式不一样啊 还有别的事嘛 我们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上次我去她家 我就发现衣柜门一打开 没有一件衣服 就是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那儿的 就是随手一扔 还有就是她在家的时候吧 用完的这个纸团 或者是非纸 直接就扔到地下 这个我是真理解不了啊 因为我从小是这样的 没有人说我呀 没有人 那扔在那儿就完事了 但是我 扔完之后我不收拾了吗 最后我不是收拾了吗 这个我就更理解不了了 她不是直接上那桶里 她扔在地下 然后等心情好了 统一收拾 这事你应该怪她妈妈 打小没养好习惯 还有吗 让你觉得很过分的事 我就是觉得她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还知道就是说 我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或者是我什么时候去找你啊 然后 觉得现在不表达了是吗 对 就是一天每天都说 在我在分享东西 我在分享事情 如果不分享的话 可能每天就是一句早安 一句晚安就完事了 啊 所以你在怀疑 她不是那么喜欢你了是吗 对 你凭什么就那么说呀 就是我去找她的时候 本来我们两个就已经 挺长时间没见面的 结果啊 我在家等她 她去跟她朋友出去吃饭 就是出去玩去了 当时不也叫你去了吗 当时不也让你一块去了吗 你让我一块去了 我不想去啊 那是你的朋友 你不想去 然后她不想去 而且还都是异性 是有异性 她说不想去 然后我说朋友叫咱一块去 去吧 吃个饭 是吧 她说我不去了 你去吧 然后我就去了 你就真去了 我就去了 你看她过不过分 我让她去了 她就去了 那你不想让我去 你为什么不说呀 为什么我都要说出来呀 那你是让我 跟你搁着算 搁着猜啊 我觉得正常一个男生的思维都应该就是 我女朋友来了 然后好久没见了 我朋友叫我出去 我就不能去了 我就在家陪我女朋友啊 我也考虑到了 因为她去呢 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之前也一块聚过 她去了 我去了 结果我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你跟女朋友喝同一杯水 跟一个女孩 我都说了那是无意的 无意的 那我的水杯就放在跟前 你为什么不喝我的水呀 那就渴了 拿起那杯水就喝了吗 那我如果要是出去 跟我的一亲朋友喝同一杯水 那你也开心吗 那你不是无意的 你也觉得无所谓是吗 那你是报复 你不是无意的 我也是无意的呀 你说着无意的 你做着有意的事 我是真无意的 我根本都不知道这是 当时是个什么局面啊 当时就是我们在一个桌上 多少人啊 六七个吧 六七个人 对 我们都在 你喝了沙娜老师的水 是这意思吗 对 是沙娜递给她的呀 不是 沙娜老师递给你的 就放在那儿 就放在那儿 当时我口渴了 就喝了 对 然后就拿别人的女 别人女生的杯子喝了 然后你女朋友的杯子就在那儿 你的杯子也在那儿 你就不喝 当时我杯子 因为那个转桌已经转走了 就已经不知道谁是谁的了 所以当时我就渴了吗 我邢子喝一口 不对啊 这个好像跟咱吃饭的习惯不一样啊 这杯子会放在自己面前 怎么会上转桌转呢 因为我那个桌子那个转盘大 桌眼小 所以当时 还有这么解释 所以当时我们 就是说你们这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 是可以不用分杯的 是吧 不是 就那一次 如果说杯子乱了 那你女朋友怎么知道 这个杯子是沙娜的杯子 那我不知道 这些小事她太细节了 我真受不了 所以你这是借口 我再想知道 她喝完之后 沙娜还拿起来喝了吗 对啊 她又拿起来喝了 她俩就跟没事人似的 我也不知道 她俩到底是知道了还是怎么样 等于她喝完沙娜老师的水 转过去之后 沙娜老师又拿起来接着喝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不优得让我们浮想连篇呢 沙娜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对啊 这个事你说 这真是 我觉得吧 你觉得一下 其实我也有点忘了 什么就是忘了呀 忘了 当时渴了 忽略了 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挺开心啊 没在意这些细节 那为啥我就在意了呀 因为你小气 行 你小气 好 接下来其实 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 所有的小事 好像在给我们指引一个答案 我们真的开始怀疑这段情感道理 你应不应该继续下去 我相信这个问题 你们在心里都问过自己 对吧 你应该是问过的 对吧 对 你女朋友小气 听他妈的 女生现在是完全没有安全感 对吧 对 觉得男生并不在乎和在意自己 这也就能解释 他们为什么在实习期间 异地这么小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 你们在实习之前 肯定大家都知道 有可能是要异地的 对吧 有商量过吗 或者异地之后 有想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然有 当然有商量过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就说过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我的意思就是说 留在我的这个城市发展 肯定要比你们家那边 发展要好一些 这个当时她也是 欣然答应了的 但是我现在希望 咱们两个去我家那边 而且我妈妈还说 给咱俩出一套房子 你看见没 又出来一个人 这个本来她都答应好的事 突然有一天 我们再说起这个事的时候 就变卦了 我妈妈说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特别 没有安全感 就是因为你妈妈 我们才闹到今天这个样子 因为你没坐到那儿 你要坐到那儿的话 我妈妈看到你 对我真的是特别好 你妈妈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怎么做都不行 那是因为你没坐到 行 我问一下 就是异地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谁也不让步 对吧 要不然就是我觉得 就是在两个城市中间 选一个地方 为啥就不能去她那儿呢 我妈妈说如果我要是 在那边受气 或者怎么办 所以选一个第三方城市 反正你们俩打 也就你们俩打了 都各自没有帮手 是这意思吧 对 您不觉得她特小而磕吗 俩地都不行 中间选个地儿 那咱们两个还都小呀 就是再去一个新的城市 从新开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我理解不了她的这种想法 男生就是不愿意迁就她 对吧 有自己的想法 体会得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用价格来衡量的 你觉得男女朋友之间送礼物 看的是情意 情分 还是这个礼物的价值呢 情意重要一点 对呀 那你为什么要用价格来衡量 他对你的情意呢 而且你是拿自己送出礼物的价格 来对比他送你礼物的这个价格 那如果你们只是用价格来衡量这段感情的话 你们的感情一文不值 第二 家宴 他请你去他们家里面吃饭 这叫做家宴 古往今来 家宴是最高的待遇 你被请进他们家 坐在他们家的饭桌上吃饭 就是对你的一种认可 无论饭菜好吃与难吃 都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换做任何人 对你的这样的行为 都会感到心里不舒服 他妈妈如果因为这件事对你有意见 我觉得无可厚非 证明你这个孩子家教有问题 所以如果这是我的女儿 我也会让她小心谨慎 最后一点 喝水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正常关系的话 喝错了水 要向对方道歉 对不起 你换一杯吧 但是那个女生没有这样做 她看在眼里提出这件事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只会认为 你和这个女孩有不正当的关系 所以我说你无理较三分 你对她不尊重 对她妈妈不尊重 你这么不尊重这一段感情 不尊重你对面的这个女朋友 你觉得你爱她吗 当你一次一次说 你妈怎么样 你妈怎么样的时候 你已经这么厌恶她的妈妈了 你能爱她吗 对于女生而言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真的是妈宝女吗 永远都是把妈妈挂在嘴上 你还是拿妈妈当挡线牌 我们都知道 感情上的事 不要把父母掺杂进来 这不是给感情锦上听话 这是些乱 你真的没有自己的想法吗 你觉得拿你妈妈出来说事 她能听你的吗 能让你有安全感吗 所以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也不成熟 就火锅底料的这个事 你都要拿出来拿妈妈当挡箭牌 是你自己觉得 应该她把这个火锅底料跟你分享 而不是跟朋友分享 真的是你妈妈觉得吗 两个人谈恋爱在一起 爱是什么 爱就是让彼此放下这份自私 为对方着想 你只有放下这份自私 越无私越为对方着想 你才能天长地久 但你们两个人 我觉得是天长地久不了的 因为你们的爱情当中 只有自私 谢谢 好 谢谢小达老师 我觉得听完你们这个死气沉沉的沟通啊 男生你对这个女生 应该是没有一点爱意吧 有 如果你爱她 她妈妈做的饭再难吃 你就是硬咽 全部也要咽下去 如果你爱她 520 所有的朋友的情侣 都在秀各种各样的恩爱 你不会绵绵地情话说出去吗 你就算不给她买了礼物 你哪怕给她 十三块一毛四的红包 她会不会感动 而你看到了她给你发的早安 你不知道她是在向你在祈求 你对她的爱的表达吗 你竟然吝啬得什么都没有给 那杯水 它真的是有所谓还是无所谓 这区别在哪里 区别就在于你心里 如果对她还有一丝的爱意 你就不会对她这么万般地随意 更不要说 你们两个异地 长久不见 女孩你擦亮你的眼睛吧 这样的一个男人 你还要干什么 找一个真正 在该爱你的时候爱你 该说爱你的时候 说爱你的男人 谢谢历总 来 许总 女生的确缺乏主见 男生却充满着天见 女生知道了 男生为什么一个劲儿在说 你只听你妈妈的话 就因为男生知道你缺乏主见 你听她的 她就觉得你对了 明白了吗 之前你所有的事情都听她的 甚至于你要投奔到她的那个城市 已经达成了故事 你明明看到了很多男生表现出来 非常明显地对你的不信 她对你是有看法 她在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你为什么不能拿出自己的主见 说对不起 我接受不了你对我这样的态度 非要搬出一个妈妈来当这个借口 你看我妈妈说了 对吧 我妈妈提的对 其实那是你的看法 为什么不能自己去面对 自己说就好了 女儿当然要跟妈妈说自己的悄悄话 而妈妈看在自己的孩子里 刚恋爱一定是想关注 关心你们发生了什么呀 但是你们是异地呀 本身就没有太多的交流 对吗 只有在一起那个的时候 妈妈才会抓住这些细节 去来了解女儿到底在跟什么样的人 去谈恋爱 妈妈的看法是对 也不应该跟她在一起 她是不爱的 可能有些事情 妈妈伸的手段长了 因为妈妈也知道 你没有主见 自己看重自己 自己能够有自己的见解 所有的人都会尊重你 有的对的人才会爱上你 明白吗 你充满着天见 小皇上 你认为她就应该听你的 一旦不听话了 就不行了 她是妈帮女吗 当然不是 她所有的想法 或者说她妈妈给她提的建议 就是她心里的感受 她认为是对的 她说的是 我妈妈提的对 而没有说 我都听我妈妈 我相信她妈妈在背后 一定说了更多的坏话 她都给评理了 她接受的是认为自己对的 你对你这份爱情 就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态度 爱情是双方付出的 你付出了什么呢 一个早安 我没必要回 我们现在有什么事啊 有急事我在回你 那这是情侣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看不上 她以及她的家庭 小孩子 我们要在中间一个城市找一个地儿 你这根本就不入我的眼睛 你这么看不上一个人一个家庭 何必要跟她在一起呢 只不过这个女孩 她没有主见的耳语吧 你希望她什么都听你 所以说呀 这种爱情叫爱 尽早地分手 去找一个真正女媳妇 或者欣赏的女孩 不是对她们充满了偏见 看不起 明白吗 就这儿吧 谢谢曲总 傅老师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 大型甩锅现场 你呢 想分手 终于找到借口了 锅全甩给你妈 你呢 想抵抗 想对抗 想抓住人 锅也全甩给你妈 当妈最可恶 真的 当妈最可恶 你说她是妈宝也好什么样 她真不是妈宝 为什么 妈宝是强制性的 她妈是 你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 必须怎么样 她还真不是妈宝 我跟你说 都是甩锅 哎呀 那个妈呀 真是背锅侠 为什么我说 今天是一个甩锅现场 因为其实已经看到 激情消退之后的状态 你那个短片是激情还在的时候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激情消退之后是怎么样 我都不觉得说 谁错了 我还是正常的 但是 我就提一个要求 不要甩锅 毕竟是长辈 你也一样 你妈支持不了你 你妈也没有办法 教你抓住一个男人的方法 当一个男人表露出 他真正的心意的时候 要么你能够有自己的办法 去让他去重新感动 重新喜欢上你 否则就放手 你妈帮不了你那么多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当你不能接受你爱人的家庭 清迈那个家庭的时候 那就说明他不爱你 别为这点事再纠缠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 感情呢还是 还是有的 所以呢我希望你如果要是可以为我改变的话 不再对我有这么多偏见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着走到最后的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你的母亲给我的压力确实不小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什么事还是依着你妈妈 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走到最后了 直到我说的这些事可能都很不可思议 但是的的确确就发生在我身上 这个事你跟我应该是最了解的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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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他的概念是 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它的确发生在我的身上了 那个意思是说你看你们说的 你们没有经历 其实我们要表述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承认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只表述一个核心点 你怎么看待对方的家人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我们看看这对年轻的情侣 是做何选择的 请开门 请开门